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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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在拳击 排球 或是其他运动上 都有很多来自古巴的选手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叛逃出国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古巴选手不惜千辛万苦 冒着生命危险都要逃离古巴 这一切都要从1961年开始说起 1959年 古巴革命领袖卡斯楚上台 他是个热爱体育的政治狂人 但也是个独裁者 在他的领导下 古巴在1961年颁布体育禁令 禁止人民从事职业运动 只能为国家效力 也导致了古巴职棒的解散 在举国体之下 古巴成为了体育强国 来自古巴的拳击手多次拿下奥运金牌 而强大的古巴棒球队 也获得了红色闪电的外号 但因为当时正处美苏冷战期间 古巴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引起了美国的经济制裁 整体经济水平落后 就连棒球员的月薪 也大概只有几百美金 和大洋彼岸的MLB比起来 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也正是因为这样 无数的古巴选手偷吐过海 追寻他们的美国梦 有些人叛逃失败被捕 有些人被人蛇集团勒索 成功踏上大联盟的土地 并打出名堂的选手少值又少 但年轻的Chamon已经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投手 早在2008年 Chamon就尝试过偷渡出国 但就在上传的前一刻 被警察现场逮捕 好在Chamon当时 已经是国内有名的投手 他只被判处了一年竞赛 无法参加当年的奥运会 还有人因为建议Chamon叛逃 就被古巴当局以偷渡球员的罪名 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遭到挫折 但Chamon没有放弃 2009年他回到国家队 并跟随球队到荷兰 参加港口杯棒球邀请赛 抵达饭店后 Chamon意外地发现 随行的安保忘了没收他们的护照 藉由这个机会 他马上联系了荷兰的朋友 找个借口出饭店抽烟 然后马上逃离荷兰 驱车1800多公里 一直逃到西班牙 在获得欧洲小国安道尔的居留权后 他正式成为了自由球员 这个决定让他抛架弃子 远离家人和女友 但Chamon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的下一站 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Chamon仍刚来到美国 就引来了大联盟球队的轰抢 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球员 虽然当时因为控球不佳 58联赛水平不高而被受质疑 但投球时速160公里的走投 就是Chamon的卖点 当时有很多大牌球队 都向他开出了合约 但Chamon人生必不熟 根本没看过几场大联盟 最后选择了薪水最高的辛辛那提红人 签下6年3000万美金的合约 正式展开职业生涯 刚加入联盟的Chamon 还是从小联盟开始打起 当时他担任先发投手 防御率4.11属于平均水准 但教练很快找到说明书 让他担任球队终结者 也就是当球队领先时 在比赛最后登场负责杀死比赛 确保胜利的守护神 也被叫做救援投手 而Chamon接下这个任务后 马上发挥了最高水准 防御率降到2.4 来到精英投手级别 2010年8月31日 Chamon迎来了大联盟首秀 在8局上半登场 一球158公里速球 一球138公里滑球 再一球低角度滑球 成功三阵对手拿下生涯第一K 接下来他速球连发 每一球的球数都超过99mm 最快的来到103mm 仅仅投了8球 就让对手三上三下 完美终结回合 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随着比赛经验增加 Chamon也渐入佳境 成为球队的重要角色 并用他的招牌火球 一次又一次的三阵对手 球数来到生涯新高 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前面有说过 如果投手球数超过150公里 就会被叫做火球男 而在世界各地的联赛 都保留着很多火球记录 中值本土球员的记录 是罗佳人投出的150系公里 中值记录 则是强克JM的160公里 日值的最高记录 本来是大谷翔平的165公里 不过去年 巴西投手Viera投出166公里 成功创下新记录 而在Chamon来到大联盟前 世界上最快的球数 是919Maya投出的168.7公里 但在Chamon登上大联盟后 这个记录彻底改变 2010年9月 Chamon在8局下登场 投出时速169.1公里的火球 成功打破世界纪录 而在2011年4月 Chamon在9局上登场 竟然投出时速170.6公里的超级火球 再一次刷新记录 不过因为当时 现场的三支测速箱 都测出了不一样的速度 所以无法成为正式记录 但Chamon的169公里的速球 至今都还是世界最快 靠着速球的能力 Chamon很快做人主力 成为红人的王牌终结者 2012年投出122K 防御率低到可怕的1.51 他连续两年入选明星赛 成为大联盟中有名的投手 但却在2014年春训时 被去年的全力打王Selvey 急球正中脸部 这一球造成Chamon多数骨折 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 索性守树后他强势回归 投出了生涯最佳表现 主投54局投出106K 平均每9局投出17K 创下大联盟的新记录 并以161公里的平均球速 成为大联盟史上 第1个迅速超过160公里 也就是100麦的选手 接下来他稳定发挥 持续入选全明星 球速持续领先联盟 还成为史上最快打成500K的选手 但因为红人战绩不佳 Chamon在赛季末被交易到杨基 短暂效力半年后 又被交易到小熊队 来到芝加哥后 Chamon马上成为集战力 在季后赛上连续出场 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拿下当年的国联冠军 而28岁的Chamon 也将要迎来 生涯第一场世界大赛 2016年MLB世界大赛 被认为是史上最精彩的系列赛之一 由国联冠小熊队 对上每年冠军印第安人队 虽然双方都实力强劲 但到第4场比赛时 印第安人已经取得了3比1的领先 差一场就能赢下冠军 世界大赛第5战 小熊在7局上取得1分领先 当时二雷友人情思危急 Chamon临危寿命提前出场 主投2.2局送出4次3阵 以010分的表现终结比赛 帮助球队手下胜利 但要成为球队守护神 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第6战 Chamon再次提前登场 虽然球队拿下胜利 但他的体能也消耗不少 第二天 双方迎来第7战 在8局下小熊领先3分 Chamon再次登场投球 但状态却非常糟糕 反而被对手追平比分 好在他顶着压力 在9局下手下比赛 比赛在暴雨中迎来第10局 小熊打出2比1的领先 以8比7的总分赢下比赛 完成1比3落后的大逆转 睽伟108年 再一次拿下世界冠军 也让Chamon收获了生涯第一冠 赛季结束 他和杨基签下5年8600万美金的超大合约 手握冠军 名气 还有超高薪水 住进了繁华的大城市 回想起在古巴的日子 这样的生活 他是想都不敢想 靠着当初孤注一直的逃亡 他来到了这片土地 真正的实现了梦想 做到了咸鱼翻身 放眼Chamon的棒球生涯 超快的火球绝对是他最强的武器 身高193公分 体重98公斤 在包得紧紧的球衣下 有着超可怕的麒麟臂 完美符合暴力投手的条件 根据ESPN的研究 Shamon的投球 结合了沙胖的上半身 还有Randy Johnson的下半身 是超乎长矣的斜肩投球 投球时身体大幅延伸 双腿跨步2.3米 来到身高的120% 而一般投手只有87% 手臂和大腿形成65度角 比Randy Johnson的幅度还要夸张 接此最大化身体的旋转 最后在出手时 手臂向前延伸40厘米 超出身体才让球离手 整个过程只需要0.03秒 对手完全反应不过来 藉由上述技巧 Shamon连续4年 平均球速都超过160公里 甚至还有好几年 在大联盟最快球速的排名上 全部都是Shamon霸榜 一直到2021年 33岁的Shamon 还能投出时速166公里的超速球 被评为大联盟最恶心的球种之一 完全不亏他古巴飞弹的外号 除了高速火球 Shamon的滑球也非常夸张 球速可以来到150公里 而且滑球变化轨迹很大 甚至完全偏离轨道 让打者挥棒落空 搭配上速球造成的时间差 让Shamon只用两种球种 就能让对手防不胜防 而到最近几年 Shamon还进化出了快速止擦球 让他的球种更加丰富 成为更全面的投手 作为大联盟最强火球男 Shamon每一次登场 扬机出场都会想起火警 用燃烧的火焰迎接他的到来 而在三阵对手后 Shamon都会怒瞪对手 牢牢的注视本类 奥利投手球 霸气十足的场面 也成为他的招牌动作 不过有的时候 他也会有不同的倾注方式 在2020年的一场比赛上 Shamon全场都打得很不舒服 在三阵对手后 他终于转头善笑 马上离开球场 原来是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召唤 整场比赛都饱受煎熬 好在没有用力过猛 造成不忍指示的画面 从古巴平民到成为高薪球员 Shamon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醉精明的日子让他沉醉其中 性格也变得更加暴力 据说在古巴棒球队时 Shamon就因为不爽足省 比完赛后完全不理队友 而他来到大脸盟后 很快购入了大量奢侈品 生活过得挥霍五度 其中包括了大量豪车 还有一辆车牌105mm的定制超跑 而作为地表赘速男人 他也把跑车开到了时速150公里 结果因为超速被捕 2015年 Shamon被女友控诉家暴 虽然因为证据不足 最后没有定案 不过还是被处理30场竞赛 此外他还卷入不少金钱纠纷 成为法庭上的常客 而当Shamon来到场上 他引以为傲的火球 就会成为可怕的伤人兵器 早在2018年 Shamon就曾经投出出出身球 在对手的身上留下了大片瘀青 而在2020年 杨基对上光芒的比赛上 双方球员因为处身球发生口角 情势变得剑拔弩张 九局上半Shamon登场 第一球就往对手脸上招呼 把对方吓出一身冷汗 也证实这一球彻底引爆场面 让光芒队教练Cash非常不爽 认为这是蓄意杀人 双方都被裁判警告 Cash还被驱逐出场 而Shamon显然是不嫌思大 在三胜对手后 又做出了招牌怒视 结果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双方球员全部来到场上 差点爆发大型冲突 所以说 Cash也绝对是大联盟中 最可怕的终结者 来到杨基后Cash也持续发挥 连续两年入选全明星 在2019年 入选年度最佳阵容第二队 并拿下每年的最佳救援投手奖 但却连续两年 在季后赛关键时刻 被对手打出再剑安打 无缘打进冠军赛 尽管速球的速度开始下滑 但Cash也进化出了更多球种 在2021年开季强势回归 主投球局送出22k 防御率一直是完美的零 本以为Cash也要重回巅峰 但他却从5月开始疯狂下滑 投球进不了好球带 还被对手连连开轰 昔日的最强投手 却在忽然之间迷失自我 成为人见人气的保送机器 尽管他再次入选全明星 生涯救援成功来到300次 还投出生涯第1000k 但还是掩盖不了身手退化 投出生涯最差表现的事实 赛季结束 阳击战机惨淡 Charman的合约也即将到期 很多人认为 他迟早会离开球队 但Charman只是发文表示 我不知道故事会怎么发展 但你绝对不会听到我说放弃 一路走来 他背负了太多子鱼 在大城市的美光灯下 一切都会被无限放大 也让这个古巴的朴实新年 在霓虹灯之中迷失自我 从进入联盟开始 他一直保持领先 如今生涯来到低谷 能不能救援成功 全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2022年的缩水赛季 会是Charman最重要的一个赛季 面对生涯最大的挑战 他能做的只有咬紧牙关 把帽子返戴 在人生的九局下半 收下他的黄金岁月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MLV的停摆终于是告一段落 新赛季很快也就要开始 希望藉由这个机会 Charman可以好好修养 重新找回状态 再一次投出最可怕的火球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